2017快乐男生各大唱曲海选正在火热进行周 4月6号 第三届的快乐男生代表 华真宇 宁怀宇 白举刚 于田 左立 张洋洋 范士奇 居来 饶薇 齐居一起为17快男录制主题曲 这边当年一起成长 如今都已经在娱乐圈中有了各自定位的大男孩们 再一次聚到一起却依然打倒闹闹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偶像包袱 而无力花花在录音棚现场 更是独自在一旁用心脸歌 看来为了2017年快乐男生的主题曲 小哥哥们都很是用心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2017年快乐男生主题曲 也由财子宁怀宇创作而成 谈及这首歌 花花也是赞不绝口 我觉得非常好听 因为我当时 好彩刻哦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 因为我觉得就是 黄幻其实是一个创作能力很强的一个 创作能力很强的一个歌手 创作人吧算是 然后但是很多大家 有很多人其实是只看到了黄幻的唱功 那其实创作这一块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所以我希望能够借这一次能够来让大家能够听到黄幻的这个才华 能看到他的才华 对 所以我觉得我就强烈的强力 极力的推荐 推荐黄幻来创作这首歌 而作为快男前辈 并且是2013年快乐男生的冠决 乌丽花花会更喜欢看到什么类型的选手呢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还是有一些自己特点的人吧 就是 这一方面不单单指的是唱功或者是颜值 其实指的还是个性很重要 要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思想 当被问到如果要推荐一位快男前辈 成为今年快男的评委时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前辈当评委老师啊 啊 前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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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幻吧 哈哈哈哈哈哈 黄幻 哈哈哈 黄幻 就我们都说黄幻黄幻是不是就当评委 对对可以当评委 黄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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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期待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快男一三班的前辈们 也给今年这三位快男而努力的选手们送上了自己的建议 我就希望不要太累了 就是就是 不要啊 我希望的是不要计划太多 就是可能 很多人参加比赛的时候会想的是我这一场唱什么那一场唱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好是随意一些 然后主要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不要太去就是屈服就是敢于跟所谓的比赛的规则去做抗争 然后保持自己的观点 要不要太看重比赛 然后这只是你踏入另一个你爱的这个职业的一个最初的开始 但是你得珍惜就是这么多这么多周围的兄弟这种兄弟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辈子都很很少见的很少有的 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好好比赛就行 我觉得对他们的忠告就是可能是在选歌方面吧 选择适合自己的 然后保持一颗平常心 相信梦想就是一段笃定的距离 然后 胜不交败不哪 能做到这点就好 有这么多优秀的师兄们保家护航 相信今年的快乐男生一定会格外出彩 芒果拉新闻 期待夏天到来 拜拜